大家好,我是桑普,今天來到8月26日夜晚,星期一的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繼續留言、分享、訂閱、youtube、patreon 看完廣告,使用Fansive Function贊助支持國家美觀人 今天我們懷著一種比較沉痛的心情去主持這一節的節目 因為就很久了,沒試過心情那麼難收 今天早上看到這宗新聞開始,開始的衝擊不是那麼大 但是一路準備我今天在外面做的一些時事的評論 各方面的事情的時候,越看回這段新聞 就越覺得心裡的感受越來越深刻 跟著好像打開了時空膠囊一樣,很多東西湧上心頭 這種感覺很久都沒有過 應該自從梁建輝事件,2021年7月1日的事件之後都沒有過 在城市大學,這位出色的教授,李顯華教授 我說他出色不是以死為尊,而是有證據的 我稍後會告訴大家,這個城市大學的教授 他是建築及土木工程系的教授 不是助理教授、副教授,而是教授 他在城市大學上完成了博士學位,也在Bath上完成了學士學位 這位李顯華教授在昨天8月25日,下午12點多 走到九龍塘港鐵站,向南行的位置 大家知道南行的位置,就是二號月台,往金鐘方向 他到車尾的部分,即是說車高速駛入月台的時候 在月台的地方跳到路位,當然當場是死亡 下午1點多時,已經證實了他的死亡 李顯華教授是59歲 59歲的人,人生就這樣溫落 心裡非常難過 非常難過 更加令人難過的就是香港一眾媒體 由大公文匯點新聞一直到明報 都是說他抑鬱症 但從來不說他真實的死因 抑鬱症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了解抑鬱症? 這些記者是怎麼做的呢? 當然他們是炸傻扮猛 你憑什麼知道抑鬱症? 而別人是抑鬱症,為什麼你又可以洩露別人的私隱? 即使是死者,你有沒有經過家屬同意呢? 第二件事,你認為真是抑鬱症嗎? 有病的是他嗎? 有病的,或者不是說有病 有道德缺陷,邪惡魔鬼的,不是正是這個政權嗎? 不是正是這些寫抑鬱症去謀生的記者嗎? 他們不是因為抑鬱症而死 而是覺得,香港的情況 他一路春風化與作欲英才 但他感覺不到那種希望 而他喪失希望的時刻 就是他要枯毀的時刻 我不是說大家要學習李顯華 我非常想念 因為這麼 心這麼灰,而為香港 為自己有這麼多期待 有這麼多的盼望的人 我經常說一個口號 不要死,好好活 準備好等運動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我不是譴責李顯華教授 而是想告訴大家 千萬記住不要死 上帝創造這個世界 我們能夠生活在這個世界 不是叫我們尋死的 而要我們在生活當中 即使有多少磨難 都要行真是美的道路 不是行假惡醜的道路 今時今日,李顯華教授 他以身殉節 挑腦鬼而當場死亡 令我想起很多故事 由2019年6月 梁寧傑的逝世 觸發到一系列的自殺事件 在屋邨的樓梯間 留下了很多的字句 很快都被圖沒 盧曉恩、烏恆恩、麥小姐、何小姐 范遠聰、Robert夫婦 我們會記得這些名字 更加不會忘記陳彥霖、周子諾、五周電林 我們不會忘記你們 不會忘記很多被性侵的人 也不會忘記 2021年7月1日 梁建輝 他遺書已經寫出來 我們都說過了 究竟他遺書寫了什麼 大概的意思就是 究竟我怎麼想 我想未來的生命 聖下的生命怎麼做呢 我們回頭看 我的出現 是會使得這個社會好些 還是壞些 自由些 還是專制些 這就是梁建輝 最後遺言那句話 我記得現在的 同時我們都會記得 李顯王教授 他封遺書 每一粒字都是我的 就是我看完一次 再看多一次 我心裏非常難過 我希望我讀一次給大家聽 令大家知道 究竟他遺書世界是什麼 他在朋友圈裡就這樣說 一點關於個人的小宣佈 當你拆到這條鐵文時 這個世界再也沒有我了 離開四大的那天 因為入全球百大學校 曾經的排名 就有港大、中大、理大和成大的 離開四大的那一天 即是第四名大學校 成大的那一天 剛剛就是二十三條流法 塵埃落定 天空灰蒙蒙的 由2019年春天那場風波開始 我沒有一天是真正快樂的 作為失落的一代 我對於香港的明天 不再有任何期待 對於這個世界 但也沒有任何流亂 今天星期日 天氣好好 風和日麗 也是我的忌日 我走後 請幫我的骨灰煞向大海 原諒我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如果想念我 就來這裏看看吧 很抱歉 再次給大家 造成了困擾和麻煩 我想被火車剪碎的感覺 應該和被坦克剪碎差不多吧 能在這座我心愛過的和我同歲卻日漸疏遠衰落的城市 用這樣慘烈的方式結束生命 大概也是一種浪漫霸 希望我走後的世界更美好 我愛你們 這就是尼謙華教授的絕筆書 聽完之後我心裡很難過 很難過 他講到的2019年春天那場風波和被坦克剪碎 其實都已經在那個朋友圈裏面 用盡所有的力氣 避免所有網路審查 甚至23條的這種所謂洗版 他已經講得好 已經仍然反修例都不講 六四都不講 反送中都不講 2019年春天那場風波 坦克剪碎 這些說法基本上大家明白的是什麼 他目的是為了避免有網審 而刪文章 可能他的文章沒有被刪到 然後他的文章 他的遺書被人看出來 劇圖永遠是 大家都流傳 永智難忘 誰搞成這樣 我之前講過他是個優異的教授 大家不妨現在還沒刪除 上去城市大學的網站 去看一看他的簡介 你按進去所謂的得多的獎項 或者他有什麼的榮譽 有一點我很深刻 就是他在2022年的時候 榮獲全球 不是香港不是中國 是全球 頭百分之二 被引用論文最多的教授 因為做教授現在都是說 要論文工廠寫文章 做很多project 做很多的文章 而文章 你被人引用的名稱 就是impact factor 就是你的影響力 影響因素有多高 如果你的impact factor高 就一定要你寫文章多處被人引用 例如李顯華的名稱 基本上就是慢慢地 就是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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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數幾個impact factor 而他文章被引用的是 top 2% 李顯華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教授 他教授的課程包括了 fire engineering 就是防火的工程 亦都有關於一些 即是怎樣去使用 日常生活的一些engineering 都有教授 教的科目非常多 既勤肯教學 亦都要專心研究 才可以在這個年紀 能夠獲得教授的榮譽 一點都不容易 他一路讀書以來 轉轉心心 用科學的方式教人 春風化雨 希望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一個科學的人 亦都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他有多少參與2019年的運動 現在未知 可能之後很多人會畫他一些 以前的東西跟大家說 但我想說的就是 他不是因為抑鬱而死的 他是因為有太多的鬱悶 而他覺得要選擇用這個方式 來完成生命最後一步 你看李顯華 還是梁建輝 他們的遺書都說到 希望他生活世界 令世界更加美好 但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千萬不要放棄對明天的希望和期待 他的信念是堅持著 但他喪失了希望 希望就像遙遠的一個燈光一樣 希望在哪裡呢 所以他自對行間寫到 我寫到 我對於香港的明天 不再有任何期待 對於這個世界 也沒有任何流亂 其實 何必呢 當然我不想 習慣死者 但希望提醒所有在生的人 不要報他口塵 我們要好地為他悼念 祈禱 默哀 我今天帶了一個電子蠟燭 也希望今晚夜冷人靜的時候 如果大家手上 家裡有電子蠟燭 去點起一線燭光 為他好好祈禱 或者大家信佛的 好好念一段佛經 就算大家沒有宗教信仰 也希望大家默哀向祈禱 好嗎 也希望今天 8月26日 為8月25日犧牲的這位李顯華教授 我們對祈禱崇高的 敬意與不捨 也希望我們真的要犧牲的 不是自己這些義人 善人的肉身 真正要死亡的是哪些人 大家知道 不是你和我 我希望獻上這一點點的燭光 我交到李顯華先生 李顯華教授在天之靈 我知道他最後一刻那種絕望與痛苦 但是我們不會放棄希望 我們不會放棄任何希望 我們看到香港仍然很多人在奮鬥著 很多獨立書店在奮鬥著 很多記者在奮鬥著 很多老師在奮鬥著 很多公務員都在奮鬥著 很多很多在不同的環節裏面 繼續做教授的人都在奮鬥著 記住 香港是沒錯 人口不斷被洗版 50萬人離開了 使更多人下來 專財 優財 高財通 然後又有單程證 一大讚衝進來 洗版 但是不是已經死絕了 香港人死絕了 還沒有嗎 很多人已經流一口氣 點一讚燈 有燈就有油 我們依然繼續在努力 我看到幾多香港人 默默地去做很多事情 外界 你們沒辦法聲張 我為大家聲張 我為大家鼓勵 我為大家說話 因為我知道 即使我留在香港 我都說不到說話 我在香港以外 我更有責任 和一個任務 是為大家說出 大家心裏的說話 給你們知道 我們沒有死 我認識很多香港人來到台灣 他們都告訴我自己 沒有死 也希望這個聲音 告訴全世界 香港政府是完全淪陷 無論行政、立法、司法 完全淪陷 但是香港人心 是未淪陷的 你以為也沒有必要 面對著 城市大學這個小院高場 而自己 憂懷喪智的 很多學生 不跟你說 很多人不跟你說 真實的感受 或者你沒有接觸到 真正有希望的人 以前 泛民和建制六四黃金比 好了 當走五十萬 又洗一堆人下來 變成五五博 拉成平手 但香港 依然有三百多四百萬人 依然 溫泉信念 守護自由 絕對不會屈服 沒錯 很多人 知二連三都會離開香港 但我們離開的人 更加不會屈服 我們不會因為 我們來了台灣 去了美國 忘記香港的災難 忘記香港現在進行式的災難 而我們也會將這個聲音 繼續廣傳 他們展押得到六四的很多的死難者 展押得到剛剛講的很多亡靈 無論是六四的 或者是1920年 或者之後 21年的時候的梁建輝 或者今年二四年的李顯華 你們可能選擇自殺 可能被殺 但是我們 絕對不會因為這樣 而忘記你們 而放棄我們的希望 我們未來一定會變得更好 這個世界 這個空間 未必再由李顯華教授 但是他們的心 他們的精神 是與我們同在的 我覺得今早早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我很多謝 有些台灣的評論人 也都很出色 也都將這件新聞廣傳 譬如汪浩先生 在他的面書上 也都廣泛地這樣說 他寫了一句說 台灣還沒有媒體報導這件新聞 我都接力了 就是基本上是將 這個新聞廣傳在我的面書上 可行去到傍晚時分 華視新聞已經有TV的報導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 也都有一個重要的報導 講出這宗新聞的內容虛目 他當然講的字眼很少 沒有我說得那麼詳細 但我第一要譴責很多香港這些親共的媒體 不肯將他真實的死因說出來 記住不是抑鬱症 而是對香港感到絕望 而是因為 港共政權的打壓 中共政權 CCP 港共政權這幫走狗的打壓 每個佔據著這個高官厚職的人 都佔滿了李教授的鮮血 不止是梁建輝 梁寧傑 梁寧傑 烏幸恩 盧曉恩 陳彥霖 周梓樂的鮮血 還有這位李顯華教授的鮮血 香港人 知不知道這新聞很多人知道 而保持著笑他們 說他們是蟑螂 抵死那幫人 你們做的口業 做的夢業 做的心象 你們以為你們最後做的事要負責任 城市大學說 校方對事件感到難過 並將對李教授的家屬自心切慰問 但完全不再提 他是因為反送中 因為六四這些事 而結束自己的生命 他對中共 對國安法 對二十三條 對六四的控訴 還不是很清楚嗎 我想被火車剪碎的感覺 應該和被坦克剪碎的感覺 差不多吧 這句不是在說 在說六四嗎 原諒我一生不羈放縱 愛自由 如果想念我 就來就來看看吧 這句不是 海闊天空的歌詞 所以我看完這新聞之後 狗狗不能自已 我希望大家都 好好地為他祈禱 也希望大家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 等運到 光明始終會到來 不要因為 有些事情看不開 而輕生 應該要死的 不是李顯華搞瘦 應該要死的是誰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不應該死 我們真的不應該死 各大媒體說他有精神病 真是精神病 就是這些媒體人 喪心病狂 冷血毒蝕 為黨做喉舌 而不惜去說這些話 我覺得是相當難兇 非常難兇 這個就是我基本上的看法 最後有少許時間 我都不想這個節目太長了 就是關於想介紹這個 未來 羅冠聰有一場 就是在這個濟南教會 星期 應該 8月31日 星期六 下午應該兩點開始的 報名詳情 長見台灣香港協會 Facebook專頁 基本上都有有關的報名連結 不先報名 無法入場 因為這個是保安為常 這個是Natan 他就是有這個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的 新書講座企簽書會 就是另一場高雄的 高雄的朋友 你們有福了 9月7日 星期六 下午兩點至四點 就會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管 八樓的華立廳 地址是高雄市前鎮區 新光路61號 然後呢 四點鐘結束 那麼就四點半至五點鐘 他來這個圖書館四分鐘走路 就是一間的成風書店 就在高雄市前鎮區 林森四路189號7樓 那麼這場活動就會由我們台灣香港協會 和黑體文化出版社聯合主辦 主港的人是羅冠聰 香港民主運動者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而語譚人呢 就請到黃哲 黃哲呢 是現任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也都是台灣國會 香港友好連線會長 就是黃哲 他接了Freddy 即林創作的鵬 而成為了重要的人物 要多謝黃哲 洪生漢一直是為香港古語夫 也都希望在國際上 令大家看見香港 也都希望看見台灣 《黑體文化》出版社 就是8月7日出版了 香港民主運動者羅冠聰的新書 《時代推上我們前行》 《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而羅冠聰也來到台灣 戰友一系列的新書講座 這次的講座是高雄的唯一一次 希望大家能夠勃勇出席 詳情請看我自己Facebook 現在都將報名連結 放在我的帖文裡面 也都是看台灣香港協會 未來很快會出的一個帖文 裡面也都會將有關的時間地點 內容、人物和注意事項 和報名連結在裡面 請先報名 不報名 不得入場 本活動是需要以本名真名報名的 經審核之後 將會記法確認信 請大家稍後通知 無需重複報名 這個活動除在媒體記者之外的參加者 特許的人士之外 請勿拍照、錄音、錄影 如果國下想來往中國、香港、澳門 為避免自己身份曝光 強烈建議大家 考慮配戴口罩、帽子、遮蔽面容 或者身形的任何物品 以自己合適的方式去處理問題 各位請保重 我希望這件事不會帶給大家困擾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 《新書講座高控場》 希望到時候祭祭一同 出版社的人員 也會在現場和大家一起說明 希望九月初的時候 這一場有益於南部的朋友 2831一場就是台北 就是和Freddy對談 我們稍後公佈 每一場基本上都爆滿 我記得第一場我舉辦的 就是在台大集思中心 有到場的朋友都相當多 坐滿了整個場地 我想很多記者朋友 和很多觀眾都提出很尖銳清晰的問題 就是問在台上的人士 也都多謝冠聰 多謝曹英成黨事長 也都多謝賴宗教授 也多謝汪浩先生 地霖一起去分享他們的意見 也多謝次班明虎先生 黃青龍先生 也都是能夠有他發言的一些環節 很多謝大家能夠踴躍參加 不容易的 尤其是說現在這個時勢 大家盯著一些 就是香港、中國 就是緊盯著一些通緝犯 其實絕對他們沒有犯罪 不同的通緝犯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是通緝犯 今天導致很多人都會 由於驚弓之了 有些人怕不明白的 我希望大家觀賞直播 我記得上一場是有直播的 在民視也有 時尤尊台灣plus 就是我參與一個 一個很出色的台灣的自媒體 就叫做 廖小君的節目 它都有全程直播 我相信831都有全程直播 如果覺得危險 不想到現場的 或者香港沒有辦法到現場 請看尤尊台灣plus的直播 我會把連結 前一點時間 就是活動之前 稍早之前 到時候我將會放在我的Facebook裡面 希望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 即使在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溫存著這種力量 不要怕 不要退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一起 也希望全球的民主同道 能夠團結一起 去令到這些活動逐一成功 這個不是對羅冠聰單人的高捧 不是 是一場對香港的民主運動的一種延續的力量 這一點是重要 也都是令台灣體見香港 令世界體見香港 祝福大家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